Hello 大家好 今集又帶大家來看手錶 大家能否認得出眼前這兩隻是甚麼錶呢 如果熟悉玩錶的朋友一看就知道 就是寶柏 非常出名的一隻全日力的手錶 這隻是藍裝的 補藍色錶盤 錶殼也是採用18K玫瑰金製作 也有相對的厚度 因為是屬於複雜功能的手錶 再來看看錶背 錶背也是採用透視機心 鱷魚皮錶帶 錶扣也是一個蝴蝶扣 也是用玫瑰金製作 也是相當大氣 我覺得它本身有一隻白面 但相比之下 我覺得這隻的藍面 就elegant 比較高貴的感覺 再來 介紹完男裝 介紹了女裝 同款女裝 女裝會多了一圈鑽石 採用一些高成式的鑽石 功能 功能上一樣 看看厚度 也不算厚 以這些複雜功能 亦採用18K玫瑰金的錶殼 也是透視的錶底 錶帶也是用鱷魚皮帶 以及錶扣也是玫瑰金錶扣 一個摺疊扣 配上一條白色錶帶 大家看看它的表面 其實是一個珍珠背舞面 配上一條白色鱷魚皮帶 整個感覺都很高貴 就是優雅 既有外在尾 又有內在尾 實物都蠻漂亮的 我拍這條影片 都看到實物都很漂亮 這些鑽石都真的很濕 因為這些高級品牌 雙得石的款式 一定是不會用一些差成式的石 其實這一對錶可以做配搭 無論是送禮 自用都非常之適合 藍士就有一個 即是 那個藍士有一個 挺好聽的叫法 叫做王家藍 因為這些歐洲貴族的 一個專用藍色 配上這個玫瑰金 其實都很好看 這一對錶 都是在高級品牌裏面 都性價比相當高 今集看到這麼多 下集我們再見 拜拜